火爆有人墜樓 警方赶到现场 只见一名妇人倒卧胁迫中 意识模糊 话已经说不清楚 用尽最后力气 要警方赶快叫救护车 但送一抢救后仍宣告不至 你刚刚骑到这里 你刚刚骑过去 他就不然掉下来 案发在新北市板桥 上个月22号 大家原以为是一起墜楼案件 但第一时间 死者儿子异常冷静 说母亲当天下午就跨坐在阳台 疑似想不开 晚上再看到他时 已经双手拉着栏杆 身体悬空在阳台外 自己因为腰伤 无法拉起母亲 才会发生憾事 但警方发现栏杆没有攀爬痕迹 怀疑案情不单纯 检方下映遗体时 看到嫌犯讲话支支吾吾 突然问他 为何那么狠心 妈妈死不瞑目看着你 你还不承认 儿子才坦诚 母亲是被自己推下楼上命 常喝醉酒就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大小生 妈妈很辛苦 要赚钱也有老公也有 死者是70岁的周姓妇人 平常在市场卖鱼 一肩扛起家计 丈夫过世后 儿子持续啃老 每天酗酒 害妈妈讨一百块 死者当天要他去工作赚钱 嫌犯竟拉住母亲 翻找他的口袋 两人发生激烈拉扯 儿子竟狠心 把妈妈从四楼住家阳台 往外推 嫌犯是38岁的黄姓男子 15年前曾犯下银楼抢案 出狱后不务正业 这回要不到钱 狠心杀害母亲 遭法院收押 杀害直系血清 罪重可除死刑 下半辈子 恐怕都得在牢里反省 TVBS 王军人简余起新北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